甲油 搜水油 飼料油 鼎芯 無意不語 黑心挑戰 全民脫製 會懂是不是錢啦 會懂是不是您收益 要賣黑心油的 鼎芯企業版圖橫跨大中華地區 但旗下黑心產品 也跟它的版圖一樣大 食品是老孫人做的生意 也是一個良心事業 鼎芯已歸於返鄉之姿回台 投資設廠成為食品龍頭 但卻在2013年開啟一連串黑心風暴 當時大同長期假油事件 吵得飛飛揚揚 其中收購廠商之一的鼎芯 卻沒有主動通報下架 直到被衛生局揭發才坦承 更可惡的再後頭 2014年鼎芯為了省成本 竟然賣飼料油和搜水油 給台灣人吃 黑心油到底賣多久 是不是你受益的 從混油假油一直到搜水油 鼎芯始終抱著僥倖心態 被發現才道歉下架 甚至當時旗下松青超市 也被檢舉販售過期產品 一連串黑心行徑 引起全台灣民眾憤怒 決定全力抵制旗下所有產品 為了滅火 魏英聰一肩扛起責任 辭掉衛圈等三家公司董事長職務 沒有利用這個機會 特別來致歉 但這把貨就在要滅了的時候 因為昨天一場判決 再度燃起全台人民憤怒 看來這場滅頂之戰 才正要進入最高潮 中文新聞綜合報導 中文新聞綜合報導 有此為了